韩非子 韩非是战国末年韩国的公子 喜欢行民法术之学 曾与李斯一起跟随楚国寻亲学习 韩非文笔流畅 却有口籍 见韩国积若 屡次上书却不被采纳 于是集法家之大成 完成韩非子一书 后来书传到秦国 秦王正读了孤份五度两篇大为赞赏 迫使韩非出示秦国 李斯自觉不如韩非 怕韩非取代他的地位 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 又私下派人送毒药 等到秦王后悔时 韩非已经冤死狱中 而他的著作《韩非子》流传至今 已成为政治学一部重要的典籍 韩非接受老师寻子人性本恶的思想 提出了人性自立说 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他认为 耗力误害是人的本性 追求欲望则是人之常情 因此 韩非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都看成是一种利害关系 一种双方计较利益而进行的买卖关系 韩非认为 治理天下就是要顺应人性 欣赏重罚 人性好力 统治者可用物质奖赏的办法鼓励他 人性务罚 统治者就可以用重罚来使民畏惧 使民习功 李亏做卫文侯上帝的首相 他想让人民都惊于射箭 于是他下令道 如果诉讼发生悬疑难断时 则已射箭决胜负 射中者胜诉 未射中者败诉 命令一下 人民争相学习公诉 昼夜不休 不久 欲擒交战 把敌人打得予复不散 因为百姓人人积于公诉 人性自立 要引导别人走向自己设的目标 要告诉对方其有力 于是 即能达到目标